清朝末年,倭寇屡屡气饭五国边境 光绪帝派着五王爷到辽东地区来视察 当时的丹东还叫安东 走到这里的时候,盛进的大将军为五王爷设宴接风 看着满足的美味佳肴,王爷却没有一点酒性 这时将军有点着急了 他告诉王爷,辽东虽偏,但是由于美食盛奇 王爷就问是什么样的美食 将军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 然后告诉下人,上主持 只见下人,端着一个青花瓷的大碗 碗里装了一碗白米饭 看这个白米饭是白花花油光光,亮晶晶颤纹纹 放到桌上之后,顿时满屋的飘香 王爷看了之后,顿时来了这个兴致,也不顾斯文了 大口大口就造起来了 吃的特别香,而且一边吃的一边说 走遍了大家南北,还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米饭 就问这个将军这是什么米 将军就告诉他,这是柳林大米 回京之后呢,五王爷就把这个上好的柳林大米 带给皇上吃 王爷吃过之后呢,赞不绝口 而且吃伤也了 并且下指,安东以后呢,年年以此米进贡 五王爷一听之后呢,觉得商机来了 就在这个京城呢,开了这个柳林米店 虽然卖的特别贵 但是达一番贵人呢,吃的是百吃不厌 因此呢,柳林公米呢,也就从此名扬天下 但东的公米之像它长啥样呢 这里的大米为什么好吃 咱们也是金丑丑一丑 跟着咱们的重量大户呢,到随道地里,咱去转一转 就这啥子现在不是随便用的啊 不是 有人是几个小队 九个小队啊 您家这种多少个 我种到三百亩地吧 来了出来,是不是家家都种水稿 你这种水稿的,全都是大户种 现在这种地都是鸡业化 那刚刚今天去捡土拉鸡 咱俩那个地方小 那个鸡群才全都在那个峭坡那地方 有一家可以的 虽然分价,大小鸡群才多少个 一个茶样鸡 两个土拉鸡 一个小四百仙 万岁和厚冰带那么些样根鸡 买的地不种水稿有点可洗了 全是稻田 边边边边边边,种点什么豆子什么的 零大米工人好吃 它主要是为什么? 两河水 酱水和海水吗? 就是那个海水和那什么水,两沙是岔和 淡水和那个 淡水蝎水,那个都是啥价 那个是一间种群的 产量不一样,扣个挨不一样 它产量能差多少? 产量你想喝水稿是产量的 你看它品种不一样,看不看水稿散的不一样 对 有个差别 你现在瞅,今年这个水稿产量是不是应该也可以? 有点心 你家这种水稿种多少年? 妈,我就这家,这家,这家种几年,种几年,种几年 它投资配达的,硬的地费用 被一切无楼负费 那么大费用啊? 那主要费用是什么? 经总啊 不是经总,你低速吧 这地的不是自己家的 哪是自己家的? 真是自己做的 当初那个公米吃的,就这块的呗 你要去看,要不是怎么说,你要看那边啊 那边是看那边的沙边东西包米 那边的盐,那边包米 这边的包米,沙边的那就是柳林河 柳林河 这是河水呗 它涨潮水能顶到这了吗? 能啊 海水都能顶到这了 哎呦妈呀,你们看有涨潮,能顶到这了吗? 从哪边的底下,从底往上涨 它从底下往上涨 从沙边水,从沙边涨加水 就顶下了 越广 这个越广品种是不是也算是咱们这个东港地区 比较那什么的? 它随意在东港色彩 是啊 你看那些水都那么压,你看它,它才地露出来 它成熟碗呗 嗯,越广在一百几十地也成熟 其实现在看来啊,柳林大米好吃呢,也不是偶然的 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比较优越 属于这个两货水 水呢也比较特殊 而且气候啊,包括这个光照,都是特别充足的 我可以说是复原辽阔,好吃的大米也特别多 但是别忘了在我们辽宁丹中,有这样一个小村里 它叫柳林村 这里的水稻呢,曾经是供应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